疾管署公布了我国今年首例的本土伤寒病例 一名北部的30多岁男性 7月出现了发烧 头痛 腹泻等等症状 8月减出伤寒感军 疾管署调查发现这名患者最近并没有出国 但是6月底的时候呢 曾经到里岛玩过 而且曾经吃过生蚝 后来出现了腹泻的症状 但因为同行者并没有出现症状 这感染源仍然在医疗当中 线烤线蛙 肥美饱满的生蚝 一口有下多汁又鲜甜 充满浓浓海味 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 在6月底到里岛玩的时候 也曾像这样子大胆生蚝 只是后来陆续出现腹泻症状 最后伤寒确诊 由于同行者没有出现症状 感染源还在调查中 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 大家比较喜欢生死或者半熟死 那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感染 比较严重的时候除了肠胃 也可能会造成小肠的这个窗口 破洞 造成腹膜炎 这名男子先是在7月接连出现 发烧腹泻症状 虽然吃了药有稍微变好 但到了8月中 甚至还出现关节痛 颈部僵硬症状 最后就医裁剪 剪出伤寒感郡 只是他6月初有 8月中才伤寒确诊 由于近期腹泻个案越来越多 上周的腹泻门急诊 更突破12.8万人次 创下5年同期新高 急性的肠胃炎 腹泻时间从拉得很厉害 到直下都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腹泻有超过一周的时间 我们就要去检查其他的原因 像这种伤寒 或者其他细菌感染 或者寄生虫的感染 由于最近天气炎热 容易加速细菌繁殖 尽量要避免生食海鲜 另外像是进行水上活动 被水呛到 也有可能会意外感染 记者会听王秋名 台北报导